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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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俱乐部里的高手 难得更是非常热心 就是为枪手准备了枪套的老哥 这个场景除了有摆动的靶子之外 还要求击倒两个小钢靶 在这个距离上 与小手枪确实是很高的要求 另外一个场景 稍微有些跑动 也是只需要八发子弹 这些场景 还要击倒两个小钢靠 还要击倒两个小钢靠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 淨大人贴目 这个场景要求从两发子弹开始 中间换一次弹匣 增加一点难度 好像这哥们使用的红点 有点不公平 这是个最简单的场景 三个靶子六发子弹 不用换弹匣 也不用挪动位置 唯一的难度是要求单手射击 可惜这位老哥卡壳了 应该是子弹的问题 这可是位好心肠的老哥 墙手以前的视频介绍过 曾经非常热心的指导新手朋友 这是正常的速度 墙手这个场景也是打得比较好 应该归功于 Ruger的LC9 四场打完以后稍加变换 好像容易了一些 这次这个场景没有钢板 所以能自己决定什么时间结束 这个场景变换后 这个场景变换后 比刚才的那个还简单 好像每个人都很喜欢 这也是个类似的场景 但是可以双手设计 加了一个特别要求 就是中间的靶子需要打三次 好些人习惯成自然就发的错 包括枪手 还是有摆动靶子的场景 又碰到了这位老哥 又出现了卡壳的问题 今天真的是不走运 但是这位老哥的心态极好 没有一丝的急躁 这是个晚上的比赛 十几个人打了八个场景 悠哉悠哉也到了半夜 给大家看一圈室内的射击场 平时打靶人都在外边 格子好像很紧凑 与之相比 枪手还是喜欢 室外拔场 自由舒尚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幫我做一些妝 直接用那個莫名是 就這樣浪費我了 但是真的不行 但是我會知道 那這個媽媽也有這個 我現在可以用 Ray Dalton 把他拿到 我就是這樣 我會拿到了 我會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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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來做 我會拿去